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这期又来说说得我的物价 是从我本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来展开这个话题 昨天我收到了明年我们家的电费账单 然后我还收到一份每年一次寄给我的养老保险预估 就是我退休之后 我大概可以收到多少养老保险 每个月能够拿多少养老保险 这是实打实的那个情况 所以呢今天我想专门做个视频来告诉大家 到底德国还有我预估今后会什么样子 刚才说了 我认为呢德国的物价应该是失控了 11月11号的时候呢 我上传一个视频 也是呢我回国了 回中国半年之后再过来 然后呢我去超市去购物 我大吃一惊 因为呢我平时我我知道啊 就是我平时买什么东西 那个价格肯定是促存在我的脑子脑子当中的啊 所以11月11号的时候 那个视频当中 我又去买东西 我就发现 当时啊物价 大概就五个月左右上涨了两成左右 我没有具体的统计数字 只是这种感觉 因为刚才说了 平时那些我原来买的东西的价格 肯定我是知道的 而现在新的价格一对比那就知道了对不对 好 那我今天呢又去了超市 又让我大吃一惊 举个例子 平时呢我有的时候喜欢吃那种买那种叫吐司面包 德国呢是大片的那种是750克一包的 就American Sandwich 就是美国三明治 我记得很清楚 五月份的时候我回国之前买 不是八毛二就是八毛九 绝对超不过一欧元 我今天本来想买 后来我一看物价 我真的大吃一惊 现在变成了一块六毛九 原来是八九毛 现在变成了一块七 也就是差不多上涨了一倍呀 像这样的例子很多很多很多 也就是说我大概扫了一下 就是给我的感觉 应该是绝大部分呢都涨价了 而且涨得很疯 唯一的例外就是目前啊季节性的啊 本地的水果蔬菜有的没有涨 可能有的呢有要比去年更便宜一点点 还有德国是这样啊 他有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礼拜是这样的 苹果或者是这样东西特价 下个礼拜又是另外一种苹果 那个特价 所以这价格呢很难说到底是不是 比去年便宜还是贵了 就是我目测像我们德国本地的水果蔬菜呢 可能价格与去年差不多 涨价不多 可是所有其他商品都大幅度的涨价 刚才说了是那个American Sandwich 就是美国三明治对吧 另外呢一种大米我平时吃的 应该是印度巴西斯坦那个出产的大米 那种大米呢我5月份回国之前 没有错绝对是1块9毛9一公斤 10月11号的时候我进超市去买 变成了2块5毛9 而今天我又去看了变成了2块6毛9 也就是说大概半年的时间 从1块9毛9变成了2块6毛9 也就是涨了多少呢7毛钱 好像7毛钱听起来不多啊 但是7毛和原来2块比起来 就上涨了多少3.5成对不对 只是呢不到一年啊 只是7个月时间啊 所以这上涨真的特别厉害 我在德国的这28年 我记忆当中没有涨幅那么严重呢 没有像今年这样绝对没有 以前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每年官方统计的数字呢 可能就是1%2%的上涨 而且我觉得我平时呢根本没有注意到是不是上涨了 有的东西可能呢几年都没有涨 可是现在一窝蜂的涨价 我估计呢一个是厂商 另外一个呢是中间商或是那个超市 但是他利用了这个机会 因为他们知道啊 现在就整体整个社会 那个德国人就是认为啊 这东西会上涨 所以我觉得这些厂商啊 还有这些中间商呢 他利用这种预期 所以本来可能不用涨了 他也涨价 反正呢他们认为民众 是不是已经预测了会涨价 所以呢我们就涨上去吧 所以才这么风涨 另外一个呢 当然主要的原因是 德国这政府啊脑残 对吧去制裁人家俄罗斯的能源 我们知道能源会形成连锁反应 对吧 因为所有的那个工业生产活动 都需要能源 如果能源比如说那个天然气 对吧 贵了好几倍 那你是不是他的生产成本 也会相对的说能源部分 要贵不少呢 对不对 能源贵了 那其他东西也跟着贵 跟着贵了之后 那人员的工资 可能也需要上涨 所以就是形成了这种螺旋式的这种物价上涨 这没办法 所以你看官方 我们德国这边官方的统计呢是 物价上涨是10%左右 这是官方的统计数字 刚才说了 官方的和我自己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自己感觉啊 就是5月份的时候回去 然后10月份的时候我回来 我觉得是上涨了两成 而现在到12月份 我觉得还平均可能上涨了两成五到三成左右 就是跟半年前大半年前相比 德国的媒体说 今年德国的物价上涨是50年来上涨率最高的 通战率最高 这是西方目前普遍的现象 不仅仅是德国的问题 美国也一样对不对 美国比如说 你们在美国的网友们肯定知道 原来比如说一年前两年前 一加仑那个汽油多少钱对吧 可能有的地方是三美元就可以加 那个加一加仑了 现在涨到了多少呢 可能涨到四五或甚至六欧 那个六美元 你要看在哪个州了对吧 加州可能这个能源是最高的 反正可能在美国现在上涨到五美元左右 原来是三美元 现在变成五美元 甚至有了翻倍对吧 所以美国人也是叫苦连天 当然美国的超市里面的东西 可能也差不多德国一样 所以这个上涨真的真的是疯了 我在这里还有一份我们当地的 那个相当于广告吧 他每个礼拜都发一次的 我拿的这个在德国人知道 这个超市的啊 比如说我给大家看一下那个肉吧 肉类的价格 我们我们来看看啊 像这里有个 这里有个呢 它是牛肉和猪肉 那个相当于炖牛肉炖猪肉吧 它是混合的 我记得呢 原来像这种肉一般是六七欧元左右 就算比较贵的了 而现在呢一公斤变成了 而且是特价啊 变成了11.1欧元一公斤 这5.55它是500克的 这价格啊 嗯 嗯我们再看吧啊 这个呢是小牛的牛肉 现在这个价格2.49 不是一公斤啊 而是100克 也就是说一公斤变成了25欧元 去年应该是如果是特价 可能就是10欧元左右 现在变成了25欧元 上涨了一倍多 还有这种牛肉 这种牛肉有的时候我买了炖 我记得原来我回国之前 就是5月份回国之前 一般就是8欧元左右 现在变成它是特价啊 就变成了12块9 也就是上涨了大概5欧元 从8欧元上涨5欧元 多少呢 也就是嗯 超过百分之60多 百分之62.5 对吧 百分之62.5的涨幅 嗯 我看还有什么 像这种啊 是猪的 原来像是现在变成100克呢 是20那个2欧元 也就是一公斤20欧元 原来像这种一公斤大概是五六六七欧元左右 差不多上涨了两倍 也就是说差不多像原来三三倍的价格 这种那个鸡肉 现在一公斤是9.9欧元是特价 这个上涨呢不是特别厉害 但是呢就是这些肉类啊上涨的相对来说 我觉得平均来说上涨的肯定有五成到六六六成左右吧 这是我觉得还给我的感受 其他的当然比如说奶酪这种啊 那个周末的时候我跟上个周末呢我跟我跟我的德国伴侣去去买 因为他吃那个奶酪我不吃 上个礼拜我们去非洲去度假 去度假之前呢他去买过奶酪 他说当时呢一包可能是200克是250克吧 是1.99欧元 好了我们上个礼拜去刚才过了一个多礼拜 就变成了2块5毛9 从1块9毛9变成2块5毛9 也就上涨了6毛6毛和1块9毛9相比相当于上涨了三成 这只是一些例子啊 目前来说这物价上涨呢还没有尽头 真的还没有还会更加贵 主要是什么原因啊 这能源价格啊还是降不下来呀 对吧 这个天然气目前德国目前暂时可能今年冬天还可以挺过去 可是呢到2月份的时候 现在的天然气呢会用光 那到时俄罗斯的天然气不供应了 然后呢卡特尔的那个液化器可能也供应不足 美国那边也没有那么多可供应的我不知道怎么办 现在呢德国这媒体还有德国的专家可能会说啊 德国可能会形成大停电 突然大停电有可能 因为这个整个能源它的网络啊可能是超负荷 那么超负荷的时候就突然可能就全国大断电有可能 就是是说有可能没有没有说百分之百 但是呢这个可能性是存在的 德国啊大停电 二次大战之后没有过 但是呢现在有这个可能性 好了就是物价的问题就是生活必需平 上涨真的特别厉害 新闻呢也说了啊就是德国的现在已经不少人 特别是中下层的人他们没有那么多钱的 他们现在是接一缩食没办法啊就是在吃的方面 他们要省了就是可能原来稍微贵一点的他要舍得买 但是现在没有钱了只能买最便宜的没有办法 还有呢那个穿衣啊方面可能那就暂时别买了吧 昨天我们收到了我们明年那个电费的账单就是预告 那我们来看看我用电脑啊看看这个我们的电费明年是怎么样的 到2023年1月31号为止我们的电费一度电是19.5分 德国很怪啊它的电费有年费的啊就是一年你看要250欧元左右 一个月20多欧元然后呢一度电是大概是两毛钱左右对吧 好了我们看啊如果是我们每年的消耗是少于2000瓦时的话 从明年2月1号开始跳到35.52欧分上涨82.15% 几乎上涨了一倍80%多 它的年费呢上涨了7%从250.26欧元上涨到267.79欧元 如果用电量呢是在2000到3999也就是呢在2000到4000这一档 每度电它稍微贵一点大概就是两毛钱左右对吧 它的年费稍微降一点点246.09到下年2月1号开始 上涨到35.72欧分上涨率大概是81.22% 然后年费呢上涨98% 9.8% 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平均大概是上涨80%左右上涨八成啊 我的天总体来说吧因为年费也涨了啊 然后呢电费每度电的也涨了 因为我们家特别特别省电我们去年的用电量是1600度 那我们的年费是267.79 我们看看一度电还要另外多少钱啊 刚才我算了一下啊就是年费还有加上呢每每度电的一共综合起来 那就变成了最后呢我们付的电费是每度电是欧元的5毛2 欧元的5毛2是多少钱乘以7块5了吧 相当于差不多4块钱一度电在德国差不多人民币4块钱 我记得呢在我们老家我们老家是5毛3 而这里呢差不多我这里是3块9可以这样吗说吧 5毛3是多少倍了呢7倍多 就是我现在在德国的电费呢相当于在我老家是7倍多 刚才说了我们家呢是非常节省的 现在呢每个月我们大概是花的电费可能780欧元左右吧780这样子对 如果是比如说4口之家4口之家肯定没有我们那么省电 因为我们平时呢就用LED的我们只有呢那个手机还有只有那个笔记本电脑 其他电器我们都没有电视呢很少去看洗衣机好像一个礼拜洗一次就这样 如果有孩子的比如说4口之家我觉得电费在德国像这种估计呢现在是200到250欧元左右 这是平均的啊但是在德国呢每就是有工作的人啊有工作的人平均工资拿到手的是不到2500欧元2400多吧就算2500欧元 如果是你没有其他人工作比如说你4口之家有两个小孩一般那个女的一把是啊是在家做家庭妇女 加上呢有儿童费可能最多大概是他算你3000欧元3500欧元吧3500欧元就是算比较高的了 如果一个人工作的话电费两三百对吧 吃饭我觉得4口之家按照现在应该是要六七百欧元左右 4口之家六七百算不多的啊 电费加吃饭那就1000欧元了对吧 还有在德国大部分人呢都是租房租 租房租如果是一口4口之家 那我估计连什么附加费啊这样那样的费用 房租方面可能要花德国平均1500欧元左右 那就去了2500欧元了 然后呢交通费呢交通费可能你不能光算那个汽油的费用啊 还有买车的那个成本呢什么养车的成本呢对吧 还有每年各种各的这样那样的保险呢 还有小孩的那个支出呢 因为刚才3000欧元左右3000多欧元 连那个儿童金也加上去了 你小孩的那个支出没有没有算呢 所以其实呀在德国是这样 即使你每个家庭三千五百欧元 可能最后呢你一分钱都存不下来 所以这个价格上涨啊 还有电费的上涨啊 汽油费的上涨 可以说让德国老百姓的生活呢 现在非常的艰难 另外嗯现在德国大部分人都认为 德国的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特别是今年德国的生活水平下降 下降特别特别快 也就是购买力啊 他那个欧元的购买力大不如前 因为我们看到光是这物价上涨 官方就说百分之十了 而我认为呢肯定有两成到两成五左右 也就是说年初的一欧元 现在到年底相当于七毛五 对不对就这个原因 那就是我们财富的流失啊 生活水平啊下降啊对不对 好了这是我今天呢收到这个电费 昨天收到电费之后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说啊 就每家是不一样的啊 就是我们家的电费 收到这张预告上涨了八成 平均大概是八成左右 那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我收到了每年一次的那个 我退休之后 现在我领不到啊 我是退休年龄到了之后 我能够领到的德国的退休金 很多在国内的人不懂得德国 或者不懂得西方的认为啊 你看人家西方国家福利多好 是国家帮养老国家养着你 让你衣食无忧 有突围症嘛就是我收到那个 养老保险公司给我发过来的 我到退休年龄 德国的退休年龄是多少岁 大家知道吗67岁 建政的讨论呢要延长到70岁 政客的意见是你看那个人的预期寿命 已经比10年20年前又长了一两岁了 所以呢我们呢把养老金领取的年龄 一二延长当然对于政客来说 最好是呢这些人工作到死才退休 然后呢这个养老保险就不用付了吧 对吧这是最完美对他们来说 好在目前还没有到这个地步 好吧我们看到我得到这封信呢是 如果到退休的时候按照目前的情况呢 我到退休那天我会领到每个月 听好了啊每个月是574.81欧元 这是每个月的折合成人民币 大概是4000块人民币 只好人民币啊好了他还有一个呢 他说如果是每年上涨2% 那么到我退休的时候 每个月可以领取740欧元 这是比较乐观的740欧元 740欧元即使是可行的啊 可能的话按照现在欧元和人民币的币价 大概也是5000多块人民币 5000多连6000都不到 这是我的啊当然我的退休金比较低 因为呢我交的年份到目前为止呢交的不多 应该是交了十多年左右吧 因为我在国内工作过一段时间 他是怎么算的非常复杂我也不知道 反正呢帮我算进去 然后我是2011年自己出来自己创业 也就是从2011年开始 我就没有再交我的养老保险 所以呢才导致你看我的养老保险 按照目前的计算呢 只有574块8毛1每个月 我到67岁退休的时候可以领取的 是这样啊就是你交的年份越多 当然你的退休金会越高 比如说我的德国伴侣 他说他交的养老保险交45年 到他退休的时候呢 他可以领到如果按照现在这个计算啊 可以领到每个月大概是2300欧元 而这个2300欧元呢 是属于德国相对来说退休金很高的人了 因为德国呢有个统计数字 全德国的退休的老人 平均的退休金是1200欧元左右 他呢是2000大概2300欧元 但是呢这个是要交税的 然后还要自己买医疗保险 所以最后拿到手的我不知道有多少 最后拿到手也许呢只有 比如说1500 1600欧元左右就这样 然后呢我我这可笑的574.8亿欧元 我自己呢也要买那个医疗保险 所以到时我真正拿到手的我不知道 可能只有400欧元左右吧 400欧元就是人民币大概3000块钱 连吃饭可能刚刚够吃饭 但是呢那个房租还没有交呢 当然我有自己的房子 但是还有那个房屋的附加费呢 对吧 所以呢这个400欧元就是我的可支配的收入 吃饭可能到那时可能都要400欧元左右 对吧 也就是说可能光够吃饭 其他的还没有开支呢 好在呢我这些年比较节省 因为我知道光是靠国家靠不住 所以呢我只能靠自己 靠自己怎么办呢 每个月存钱 存钱之后呢前十几年 这个德国的房房产市场还可以 发展还可以 所以我们我们是两个人啊 前前后后我们买了三四套房子 听起来房子很多其实不值钱 真的不值钱 比如说我一套房子当时呢 我就是花了8万多欧元买的 另外一套房子呢也是大概8万欧元左右 就三年前买一套房子是30万 30多万欧元 这是最贵的啊 所以呢其实加起来 我们的房产没有多少钱 嗯我看10年12年前买那套8万多欧元 现在可能是变成了25万左右吧 另外一套呢就是应该是2017年买的 当时也是8万多欧元 现在可能可以卖20万欧元左右吧 就是反正加起来也没有多少钱 而这个呢我们的房屋就是给我以后 养老用的 因为呢光靠国家肯定靠不住 刚才说了你要交四五十年 然后呢领到手的要看你每年交多少啊 他为什么那么高呢 因为他有企业的那个养老金 还有他每年呢他还要交一部分进去 相当于买养老金 因为他想早一两年退休 所以呢每一年都付钱付钱付钱对吧 所以在德国啊你看我这养老金你就知道 在德国根本就活不下去 那我我为什么不交呢 就是因为呢我觉得不合算 因为我是自雇的 自雇的在德国呢是自愿 你可以自愿交也可以不交对吧 而在德国职员是强迫的 就是直接从你的那个工资把它扣掉了 而我呢是自雇 所以呢我就选择自己 自己为自己养老 存养老金 所以呢我就是买房 然后呢希望能够升职 退休的时候呢退休之前 我们就把房子全部抛掉 到时我们自己变成房客 目前这样的打算 所以你看看在德国啊 并不是说国家帮你养老 而还是要靠个人 如果光是靠国家是靠不住的啊 我不知道那些退休金 只有1000欧元的 1200欧元的老人怎么办 因为像这些老人呢 他肯定平时呢 没有一分钱积蓄 我可以告诉大家 有个统计数字 德国大概有四成的人 没有任何的那个积蓄 四成啊 别以为好像德国人都很富裕 其实呢并不是这样 这些人没有积蓄的 还有这些老人 他们没有自己的房产 然后呢到 那个退休之后 他只有1000欧元 或是1200欧元 买了那个医疗保险 可能最后拿到手的 就是1000欧元左右 1000欧元吃饭 可能要两三百欧元 对吧 然后呢还剩下700欧元 房租呢 房租呢 连交房租都不够 所以在德国老年贫困呢 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 只会越来越严重 如果我自己没有房产 如果我只有那个500多 不到600欧元的退休金 如果我是一个人 我真的可能会露宿街头呢 特别是中国人啊 对国外有一种错误的印象 认为呢是国家帮你养老 真的 这是纯粹的谣言 德国是怎么样的社会呢 就是说 如果是你没有一分钱的财富 到时呢 国家会管着你 真的这点没错 他是怎么管呢 他是管你呢 不饿死 没有任何生活质量 你想去度假什么的 不可能 你钱都没有去哪里度假 对吧 就是政府可以养着你 养着你呢 不让你饿死 也就是说 你能够活下来 生活的质量就不用说了 我可不想过那样的生活 所以在德国是这样啊 如果你没有任何上进心的 没有任何追求的 你可以完全吃国家的福利 这点没错 比如说 你不想去工作 政府也拿你没有办法 对吧 你有孩子的 政府还会发放那些补助金给你 所以最后呢 可能你在这里几十年 一天都不去工作 政府呢照样养着你 有的同学说 这个国家的福利太好了吧 可是朋友们 国家的钱从哪里来 还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从哪些羊的身上出呢 从我们这些 所有的中产阶级 是我们每年交税 而我们的收入呢 因为收入相对来说是 算平均 或是中高的 所以像我们这种没有小孩的 不错收入的人 只是呢 我的命就是韭菜 就是负责交税 没有福利 你想要福利 你看 我虽然 我每年交很多的税 可是呢 你看我的养老金还是这一点啊 因为我没有 那个交养老保险进去啊 而那些人 他也是一分钱 老保险都不交 然后呢 一分钱都不存 可是最后 国家还是要管着他 可是 那种生活质量 我可不想啊 这就是个人选择了 我在德国市的韭菜 没有办法 因为 我想有自己的收入 我也有自己的收入 我不想像那些人 社会那种蛀虫呀 我不想那样的生活 那样的生活没有意思 我想靠我自己的双手 创造我自己的财富 这是我做人的原则吧 虽然我这个退休金只有五六百欧元 但是 就是法定退休金啊 但是呢 我自己 每个月我都在存钱 现在我也在存 所以到退休的时候 我想 这个收入 或者这个生活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靠国家 是靠不住 只能靠自己 好吧 好了 那今天就是给大家看看 我 刚刚收到在德国的那个电费 这账单 上涨了八成 然后呢 给大家看看 我在德国 预测啊 就是预估我到退休的时候 我的养老金是574欧元 不到不到600 就这样 法定养老金就那么多 其他的那只能靠我自己 好了 希望呢给大家有个视角吧 看看我们在德国到底怎么样的 到底是不是福利特别好 这是我自己亲生的一个例子 好了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